超過20年的老店 每天生意都搶搶棍 邻居頂溪捷運站的潤餅店 吸引在地人相挺 因為這是他們 從以前吃到現在的絕佳美味 吃起來是味道還不錯 還很好吃 我晚上有時候 不想那種就買一個湯就這樣子 這樣很夠 而且我是覺得蠻 這個怎麼講蠻養生的 看別家香餅 仔細瞧 這份量可不得了 超過300公克的潤餅卷 只要40塊錢 而潤餅好不好吃 餅皮是關鍵 想要做出Q彈潤餅皮 手工現擦是老闆的堅持 至於內餡更要下功夫 抹上特調甜麵醬 鋪上一層香脆的蛋酥 撒上花生粉提味 再加入高麗菜 紅草肉等等 老闆娘的喬手 一把包進豐富餡料 一口咬下不油不膩 清爽口感该如何拌到 主要是它都比較不油 除了那個肉以外 其實它全部都是燙的 高麗菜跟豆芽菜都是用燙的 所以你就會直接吃起來比較健康 我們主要燙的只有豆芽菜 我們不任何調味 只吃它的原味 那這樣子第一個清爽又健康 那我們的高麗菜裡面 我們有加大骨湯 所以吃起來它的味道會鮮甜 對 那也不任何的調味 很複雜的蓋到原始的蔬菜的滋味 看準了現代人 講求營養健康的飲食習慣 勾開透明花的料理方式 放什麼料 消費者看得一請二處 美味吃下肚 同時也要吃得安心 他不會在意說 這個東西買了之後多貴 像它的豆芽 他買比較貴的有機豆芽 他願意 然後呢 他願意多花一點時間來製作 它裡面的那個冷壽 是自己炸出來的 他不願意用花錢買的 他說這樣子那個油的品質 不曉得好不好 因為現在的人也注重健康 不喜歡太多那種調味跟加工食品 那我們盡量就是以輕食蔬食為主 讓客人吃的覺得不會膩 然後吃的會覺得很清爽 會想要說再來個半卷或一卷 尋榜香弄美食好吃又健康 紮實飽滿的口感 絕對讓你心滿意足 這位新聞亞洲立曉峰有好報導 末尾 很倔少 我們來vest